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大電機 加一點點厚度 然後北長機 北長機會接到整個小盆的一半 先不要往他滑的範圍只有在很高的地方 他會站到很快 那腳掌呢 是一顆頭的長度 那如果在畫小腿梯的厚度的時候 你沒有保存 你知道他的脊椎一定是多少 那就只要扣過來 只要你有這個優勢的話 你就去把它量成 確實把它量成 畫畫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你的努力不會被你的長官偷走 假設你去銀行上 用那個半折指數 你的單子好不容易拉到的那個單子 通通被你的長官拿走 那你不會因為你越畫越用心 你的上司 畫畫人力就一直進口 不會 那這個行業一個殘酷 但又是美好的地方 是什麼 就是 所有的資源會被前三person掌握 所以你要去做到那前三person 你會覺得 哇 自己過得之好 那最痛苦的是什麼 最痛苦的是做到一person 他就是已經是做得很好 但是差一點點 然後還是過得比較結局 比較困難的一些生活 所以加拿來 如果你是非常努力 然後非常負負在這個領域 然後你覺得快要放棄的時候 就好像要放棄 也許你從五合成進到三合成 這個世界就改變了 好 我們去拍大包 然後縮小一點 好 接著的話就是手 手臂 那手臂就把它放上去 10號是專武捷補 補價 那好像6月4號說要補上課吧 但6月4號可能是會在深圳領一個深圳插畫師協會的獎項 那我想想看 可以替我稍稍有點改 把背手臂擋到的地方 把它蓋掉 那我再加入那個上升的教程 各位 然後一樣發布到我們的射筒 也是10號 4號我們來不及錄 那手掌還記得怎麼畫嗎 先量8格 8格 然後掌的部分是佔一半 指頭的部分呢 因為他是比較時尚 除於時尚插畫 指頭是希望把它畫得比較長一點點 在這邊再把指頭拉長 它可以把它簡化成兩個指頭 做立以後菜市長 只要放一半 走對 從前面板的部分 綠ure 行動 接下來就是上側的困體 所以上側的困體 畫到五點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你畫了 畫的差不多你就難怪我幫你看看 然後看看裡面沒有那一間地方是沒有注意到的 或是你有問題也可以拿來解連那個千禮帶頭